嗨 大家好 我是正在半夜獨自剪片中 還遇到地震的阿騰 大家還好嗎?沒有受傷吧 如果遇到地震不要緊張不要慌啊 但如果覺得害怕的話 想想我住在12樓比你害怕啊 好了 希望我們的觀眾都可以平安無事的 那接下來就進入故事正題了 人家都說老屋沒有人住 所以容易聚嬰有鬼 但你有聽說過 新蓋好的房子也沒有人住也會有鬼嗎? 這次來投稿的故事就是發生那一棟 剛蓋好的大樓裡面 卻還沒有人入住 就發生了不可思議的現象 然後這故事會做人次的調整 如果想試試阿騰話 一段廣告可以放在10秒鐘喔 大約在幾年前 當時的我就讀室內設計系 因為需要實習的關係 所以我們被分批到不同的暗場做食物學習 而那一年的實習場地 學校安排了一個還沒裝修完的建案大樓給我們 那裡算是集合式的住宅區大樓啊 不只樓層很高 還分成了ABCD四棟大樓 一棟樓高就有20層樓啊 光是要整棟樓上下跑 一趟就要花10分鐘左右 真滴累人了 而我在實習的時候呢 這棟暗場大部分都還在出售中 所以很多的房子都還是毛胚屋 或是裝潢到一半而已 整個社區裡面更沒有任何人入住了 到晚上就像全新的鬼屋一樣啊 而我在這邊實習的工作內容呢 就是要檢查每一戶的裝修進度 還有彙整資料 以及把老闆跟老鳥不想做的事情做好 簡單來說就是個超級小滴啊 但說真的這也是學習的一部分啊 而在這裡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每天當我要離開時 都一定要巡邏每一戶 看看有沒有哪個師傅還沒有離開 或是有異狀要回報的 所以基本上 我的下班時間都是從6點開始巡邏 巡邏到快7點才能夠走啊 但是為了畢業 我也是能夠忍的 只不過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這輩子遇過最可怕的經驗 就是在這裡 每天晚上6點左右 我都會搭電梯到底樓的20樓 在逐一的下樓 一層一層的巡邏 每個房間是否有狀況才會離開 聽起來就是個很簡單的例行巡邏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在這樣的半層新屋裡面 總是有說不出的詭異 而且在晚上6點開始巡邏的話 總是可以追上黃昏慢慢變暗的過程 走廊的顏色也會從鮮紅 逐漸變成了冷藍色 每次一個人巡邏的時候 總是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都會打開手機放音樂來壯膽啊 但即便是這樣 還是會遇到幾件怪事 怪事1 每次只要巡邏走到5樓的504號房時 只要一走過他的門口 我總是會聽到 沒錯 那是窗戶被推開的聲音 呃 是有人還沒離開嗎 504號房是一個正在裝潢的房子 所以經常有師傅或是工人進出 但是在這種下班的時間 要說裡面有人 根本是機會渺茫啊 而且最忙的是 打開門之後才會發現 裡面的窗戶明明是上鎖的 根本不可能會移動啊 齁 誰靠喔 還沒住進來就已經是鬼屋了喔 買到這個房子的人真是衰耶 這就是第一件怪事了 而怪事2 就是會自己移動的電梯 因為要一層一層的巡邏 我每次下班前都是把電梯搭到最高的樓層 再一層一層的往下走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但有的時候 我總是巡邏到一半就會聽到 電梯居然自己動了起來 當時我人在15樓 而我馬上跑去看電梯的樓層燈 那台電梯是從20樓自己往下降的 詭異的是我敢用生命保證 20樓絕對已經沒有別人了 但如果要說有人從1樓按了電梯 把它叫下去的話 那就更有趣了 因為每次只要電梯一動的話 就像是有人在惡作劇一樣 一直不斷的上上下下的 直到我巡邏結束 才會停止 而就因為這兩件事情不斷的發生 我又不可能跟學校說大樓有鬼 要停止實習 所以只好在下班之後 再跟小剛吃熱炒時 拜託他之後都陪我一起巡邏了 就這樣啦 拜託啦 你巡完你那一洞之後 可以過來陪我巡邏嗎 陪你一起巡邏 當然可以啊 我們是好朋友耶 喔真的喔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人最好了 可是 巡邏就要走路 走路就會口渴 口渴就會想要喝一杯160元的可可碎片星巴克 才可以解渴耶 你覺得呢 媽的垃圾 就這樣的 在我實習的最後一週 我跟小剛達成的協議 還可以說是天天跟我一起巡邏啊 但是 想當然的 這些領域現象 並沒有因為多一個人巡邏而停止 反而 還是照常出現的 那天 我們照灌地的巡邏 而當我們走到 會出現窗戶聲音的504號房時 蛤 維腾 那今天就是你說的 會發出怪聲的房間嗎 嗯 沒錯 可惡 誰啊 誰啊 誰在那邊啊 蛤 罵了 壯神弄鬼啊 玩 再玩啊 你別告訴你 這是別人買的房子啊 你現在在非法入侵啊 蛤 掉出來這邊就乖乖的閉嘴啦 動不動外面刷存在感 怎樣 當鬼還要求關注求點月啊 你注定沒人愛啊 蛤 小剛才罵到一半時 電梯 突然自己動了 從頂樓 自動的往下降 阿騰 我就讓他停在這邊喔 嗯 好 而果不起來的 打開電梯後 裡面一個人也沒有 欸 我這塞得咧哈 電不用錢是不是啊 你們知道一直玩電梯很好玩嗎 4月1號開始全面漲電了 現在電價要漲了 一天上下幾次 一個月要多少錢 一年要好幾千 錢是你們在付的嗎 蛤 不是嘛 將心比心好不好啊 和平共處好不好 不要鬧 懂 完蛋了 對 沒有錯 小剛就是一個會這樣正面 跟阿飄硬剛的人啊 只要一出現靈異現象 他就是破口大罵的先行者 但是 他也算是一個狠人啊 只要被他罵過之後 不但接下來的幾天 我們巡邏什麼事都沒發生了 就連電梯 都乖乖的也沒在亂跑了 欸 你看吧 做人只要夠狠 鬼也是會變通的 懂 而因為小剛的關係 這樣和平的日子 一直到我們實習的最後一天 那天 我一路往常的在一樓廣場等他 但是 我不管怎麼等 都沒有等到小剛來 而眼看時間都已經來到七點半了 打電話也找不到人的情況之下 我只好自己巡邏了 而跟往常一樣 我從一樓搭電梯 直接到頂樓再慢慢的往下走 但 也因為今天太晚開始巡邏了 整棟樓都已經黑到不行了 甚至 連外面都沒有月光 而唯一的光源 就是我自己的手電筒 只不過 這一天氣氛又更加詭異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小剛不在的原因 電梯 居然又開始動了起來 而且 它還動得比以往還要激烈 無時無刻 都可以聽到電梯 一直在運轉上上下下的聲音 不管了啦 最後一天了 最後一天了 last door 那天 我不敢再多管閒事了 反正只要確實巡邏 安全結束任務就好 而電梯跑他的 就關我屁事了 但是 事情沒有想的那麼簡單 而就當我巡邏到五樓 經過了 會發出聲音的504號房時 這瞬間 我整個人都認住了 因為這一次 窗戶沒有發出聲音 反而是門 自己打開了 而更醜的是 一直上上下下跑的電梯 居然也停了下來 哼 您 您打咧 不 不會吧 此時此刻 我完全不敢回頭 電梯跟門 同時都打開 是想怎樣 當下一動也不敢動的 直接灑在原地了 而結果 就在這一瞬間 小剛 小剛 我在這裡啊 小剛 這時候小剛 居然出現在我前方走廊的底部 而我馬上衝過去 要把他叫住 等一下 這時 跑到一半的我 才想起來 這條走廊底部 根本是死路 小剛 根本不可能從這裡冒出來的 不過當時 我已經是進退兩難了 前面是死路 而我一下樓的樓梯 還要回頭走才能走到 這下沒辦法了 我只好選擇閉上眼睛 直接頭低低的 往樓梯的方向走了過去 而當時的氣氛 真的很詭異 我前面 有一扇自己打開的門 還有一台死都不會關的電梯 這種感覺 就像是有兩組人 在那邊等我一樣 而我 卻必須走過去 就這樣的 我一路低頭直走 而當我快要接近 那個鬧鬼的房間時 好喔 門在右邊 等一下他一定會嚇我 我把頭轉過去 看左邊 就不會看到他了 就不會看到他了 哼 我這輩子想都沒有想過 這時候的樓梯上方 居然有個人頭 正伸長的脖子 在盯著我 那晚 我不顧一切的衝下樓之後 一個人在廣場氣喘吁吁的 一直在想 剛剛到底看到了什麼 這時突然有個聲音叫住我 阿騰阿騰 小剛你怎麼在這邊啊 我靠死去哪裡了 都找不到你 抱歉啊 我是因為這個原因 才晚到的啦 你看 哇靠 你腳怎麼了 綁繃帶耶 這怎樣啊 這件事情也很奇怪 後來小剛跟我說 今天早上 在施工現場巡邏時 不知道為什麼的 明明不該出現釘子的地方 卻讓他踩到一個 足以讓他腳底破一個大洞的鐵釘 而也導致他 巡邏才變得這麼慢 至於電話沒有接 也是因為手機電池沒電 沒有辦法跟我聯絡了 所以今天他才會遲到 沒有準時出現 但講到這裡 我又開始毛了起來了 如果這一切是真的 那麼剛剛在走廊看到的小剛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當時沒有停下腳步 直接往走廊的鏡頭追過去 那我又會遇到什麼事呢 現在這整棟社區已經完成 而且很多人住進去了 希望你們會住的開心 故事說完了 我現在來扭扭蛋 一二三四四隻 這四隻最想要的是達爾 接下來是悟空 接下來是克林 接下來是飲茶 如果扭到飲茶 四分之一的機會扭到飲茶 今天可以給車龍 好啊 三 二 一 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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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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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第二彈 第二彈 剛扭出這什麼飲茶 那個 我現在扭第二次 如果第二次直接扭到達爾 我就不會被車撞 OK 好 好 好 OK 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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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 達爾 達爾 華 odds